随着摩拜和OFO的出现 共享单车迅速出现在大众的事业 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活起来了 从前也有公共自行车 但是共享单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 相比之下 共享单车APP化 无装并且电子支付也非常方便 众多的共享单车公司也像雨后春笋般成立 五花八门的单车出现在大街小巷 由于要吸取一种 一定数额的押金 虽然每个平台都承诺用户可以随时发起原路返回 但实际上押金的退回一般需要两指七天才能到让 因此用户不可能每次骑完车都申请退回押金 这就导致了大量押金留在公司的手里 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押金去向的质疑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共享单车的商家 在故意扣押用户的押金 利用时间差可以合理的获取押金的衍生利息收益 此外还有一些法律业界人士认为 摩拜OFO等共享单车有非法集资嫌疑 因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违规向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 涉嫌非法集资 我们以摩拜为例 用户需要缴纳299元押金 而据摩拜称 摩拜的用户量已经超过一个亿 一个人300块的押金 但用户一多就是一笔极大的资金 如果摩拜的用户数据真实 那么光是押金就达到了299亿据款 这个数目可不小了 光是用来存银行按活期利率算 每年的利息就是上亿元 而如果留部分资金作为背负金 将其他资金全部用作金融投资 可能收益会更高 而对于押金的去向问题 各大平台都是守口如瓶 OFO平台对外称 其收取的押金由专门的机构托管 不会用于任何理财投资 至于收押金的原因 则是出于规范用户文明用车 爱护单车的需要 而摩拜单车则表示 收取押金合乎国家有关标准 我们的经典版单车成本约3000元 按照国家相用的规定 收取10%的押金 对于具体存放在哪 摩拜单车从不向外界透露 近日 即悟空单车和3VBX相继宣布停运后 江苏南京的一家共享单车企业 丁丁丁丁丁被爆倒闭 不过与前两家停运企业不同的是 丁丁丁丁丁丁并未完全将用户的押金退还 还有人称 它是全国首家跑路的共享单车企业 这件事的发生 直接把押金风险 结结实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但凡涉及资金问题 监管的重要性总是无可替代的 共享单车目前是共享出行的 但是其经营模式很容易发展出非法集资和卷款跑路 目前国内对共享单车押金的金融监管仍然是盲区 按用户数来计算 共享单车押金最高可以汇聚成数以10亿计的资金池 应该引起监管层的关注 早早介入调查监管 保护用户的资金安全